继续开会 接下来我们请高明宁议员 只需15分钟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相关民政部门的相关局处 以及我们关心高雄市政的各位市民朋友 我想今天的民政部门 包括了我们非常多的局处 包括民政局、法治局、人事处、政风处、研考会和秘书处 所以时间非常有限 我想是不是就先针对我们民政局的部分 来提出一些质疑 那要就叫一下我们的张局长 我想局长您应该非常的清楚 在过去我上任以来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非常关心的都是这个性别平等跟性别平权的问题 那过去也跟我们的简幻中议员 一起在上一任的局长的任内 一起合力来推动所谓的伴侣助记跟所内助记 那也成为让高雄市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有这个所内助记 也就是伴侣助记的一个城市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也看到我们高雄市有很多友善性别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跟政策 除了这个所内助记、伴侣助记之外 我也看到我们努力在推动性别友善的厕所 那甚至呢我也看到包括其他的很多的 包括同志公民运动等等也看到我们市府的这个用心 那我想首先先跟大家review一下 最近这几年我们台湾到底针对这个性别友善的部分 有哪些举足跟进展 那在高雄市的部分我们率先来推动所谓的伴侣助记 那后来有陆续续大概九个城市陆续跟进 那我知道我们高雄市目前已经开始有做这个跨县市的合作 也就是说只要伴侣其中一个人在这些城市还有助记 那这些资讯是可以流通的 也就是说他不用到不同的城市去登记 那第二个呢我也看到我们高雄市在我们的男子护镇 以及据上一次会期 我请教我们局长的部分是说 好像在凤山跟三民二行政区 还有我们民政局局自己本部 本身就要率先来推动这个性别友善厕所 那同时我上个会期也有咨询我们的秘书处长 就针对我们的四维行政中心 以及我们甚至我们的凤山行政中心 都要率先来做性别友善厕所 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性别友善推动的进度是为何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其实陆陆续续这个婚姻平权的议题 也已经获得许多社会大众专家学者跟民间 很多家长团体等等的关注 那其实从今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的政府 甚至包括法务部 甚至包括大法官的提名人 都对于这个婚姻平权 有相当程度的这个肯定跟支持 那我们知道10月20号大概陆陆续续到今年的10月20号 大法官里面七个就有六个要支持同性婚姻 婚姻平权 那11月6号的时候 我们法务部长也认为对于婚姻平权 要有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甚至呢 相当程度的肯定现在立法院 正在要修订的这个民法972条 那最近呢11月8号也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我们立法院现在正在审议的 就是我们这个婚姻平权的法案 那目前它的进度就是通过一读 那已经进入复委的程序 那我想这一些进度都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国家中央 在于面对婚姻平权 以及性别平权的一个重视 跟在法令政策上面的跟进 所以接下来我大概要问的几个问题啊 都是有关于 我们地方政府能够针对同志友善 针对多元性别的友善 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 所以第一个问题啊 我想请教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关于性别友善厕所的推动进度为何 那我稍待会请我们的张局长 以及我们的秘书处长来回答 那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在前几个会期啊 我一直在提啊 最一开始我记得我们高雄市政府 民政局要推动这个伴侣助记的时候 一开始是坚持不发这个公文书的 那也是在本席的努力的质询跟要求之下 产生了所谓的公文书这样子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虽然已经有公文书 可以让这些同志朋友来出具证明 然后也许可以有一些相对应的权利的保障跟作为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公文书非常的不实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到哪里 我怎么可能随时带的那一张纸啊 一纸公文书 所以在这边我第二个问题要请教我们民政局长就说 对于我们的伴侣助记 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创新的作为 至少在便利性 攜带性 识别性 在这些方面我们局长是不是有什么更创新的作为 那第三呢我想啊 我们过去几个会期我也一直在提啊 也是很多我们这些性别友善的团体 他们不竟然是同志团体 有很多都是学界 性别所的同仁 性别所的这些专家学者 他们都一再的在疾呼 希望我们高雄市政府 能够有一个针对同志跟多元性别的单一对话窗口 那我想这个单一对话窗口 从我第一个会期在总咨询的时候 当时陈局市长也曾经承诺我 要做一个同志友善 同志相关政策的一个跨局处的单一的对话窗口 可是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看到这个窗口 所以目前我第三个问题 就要救教我们的张乃迁局长 针对这个单一窗口 是不是我们民政局能够勇敢的有所作为 是不是要来努力来促成这个单一窗口的产生 那第四个问题啊 我想啊 其实今年的高雄的同志大游行即将开始 那日前也才十月底 台北就是整个高 整个台湾同志大游行在台北市举办 那我们看到台北市升起 市政府升起了一个彩虹期啊 那我们的高雄市 高雄同志大游行即将在11月26号举行 那我不知道我们高雄市要作为一个人权的城市 宜居的城市 性别友善的城市在今年我们这一次 是不是能够也来推动我们升起彩虹期 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看到最近而已 我们在韩国釜山这个地结姐妹市 50周年半世纪 我们升起了韩国釜山的士奇 那我想就就教于我们相关这些局处 到底今年我们11月26号高雄同志大游行 高雄市政府敢不敢 可不可以升起同志的彩虹期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想就叫同样就叫我们的民政局长 其实我在前几个会期也一直在提啊 有关市民的集团婚礼 我想啊市民的集团婚礼 从来就不应该排除任何一种性别 因为排除了任何一种性别跟性倾向 就是一种性别歧视 可是呢我在我们今年105年的 市民集团婚礼的活动报名资讯上面 直接看到了报名资格第四项 凡何于民法结婚条件之未婚男女 男女双方有一方涉及在高雄市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他还是限制了 要来报名参加这一个被市长祝福 被议长祝福 被全体市政府的这些长官祝福 被所有高雄市民祝福的这样的一个集团婚礼的活动 但是他限制的同志朋友不能参加 所以以上四个问题哦 我想先请我们的张乃千局长来做答讯 谢谢 谢谢主席也谢谢高位议员对我们同志议题 同志人权一直不遇一力的关心跟在发声 那我想我首先就针对性别友善厕所这个部分 跟议员做个报告 那目前我们民政局我们除了刚才在提到的 我们的南子凤还有凤山 这边我们完成了我们性别友善厕所 我们更在我们的民政局的局内 我们完成了我们可以说是全高雄市 甚至我们有信心讲是全台湾最好的性别友善厕所 我们在整个性别友善厕所 连我们思考的非常的细致 包括我们在洗手台的时候 我们都还有隔开 因为他开始要男性跟女性共用厕所的时候 可能我在凸口红 可能对方会感觉到不愉快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都用隔杖都隔开 然后我们细到你一进到厕所里面 你还有优雅的音乐可以听 那是自动启动的 然后我们还细到我们的那个baby台放下来的时候 我们还考虑到baby会不会看到那个灯光的部分 所以我们连那个都设置了 那我们在每一个女性的厕所里面 我们还有那个baby seat 那妈妈在上厕所 或是爸爸在上厕所的时候 她手上抱着baby的时候 baby是有可以放的 而且我们在整个 还实际下去坐马桶的时候去做测量 我的距离如何跟我的baby是保持OK的 甚至我的手是可以摸到孩子的 让孩子在那过程当中是不会担心跟害怕 那我们在敦施马桶的部分 我们旁边都有拉杆 让我们的长辈 或者说我们的性别的女性 或者说男性 也不会说那个鼓励站不站在里面 然后我们在每个小便斗 我们都还都有门 那甚至我们还在里面设置浴室 所以我想我们整个规划跟设计 其实到那一天整个媒体来参观完之后 她说这次他们看过 应该是说高雄市最优质 最模范式的一个性别友善厕所 那我们要打造这样的性别友善厕所 就是希望未来都能够以这间 性别友善厕所作为一个基础跟一个基本 我们未来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跟做一个建制的一个模范 所以这跟议员做个说明 那第二个 议员非常关心的我们的同志助记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不可能每天都带着 那个公文书到处跑来跑去 甚至那一张纸 可能第五几天就失去了 所以跟议员报告 我们高雄市这一次又再次率全国之先 我们已经推出了我们的同志伴侣证 这个同志伴侣证会在明天 我们会召开一个记者会 我相信这也会让全国是非常震撼的 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发展出我们的同志伴侣证 它大小就如同我们的身份证的大小 它也跟我们的一般的证件的大小是一致的 所以当我们的同志他在有需求的时候 或是真的是入院的时候 这张同志伴侣证其实可以作为他最好的依据 好 谢谢局长 我想办理这个过去从公文书来证明 我们同志朋友有到我们的区公所进行所内的助记 现在要推动新的这个伴侣证 我想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伴侣证 因为现有的这些相关的法令的限制 可能有一些实用性的差异 那我觉得至少在一些比较结合多功能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可以结合比如说我们的易卡通 甚至可以来行销或者是能够来促成 或者是来实践我们对多元性别的一个重视 那我想这应该是是不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目前当然过去我们也有思考到 是不是跟易卡通做一个结合 但是我后来跟一些我们的同志团体去做讨论 就我们同志团体他其实提出一个东西 我就是要那张证 我不要一卡通 我不要其他 因为他觉得这一张是他一生最重要 最骄傲的一张证明 所以他认为他不希望跟其他的证做不同的结合 而且当时那张证的时候 我也跟我们很多的同志团体在讨论 我说我不要把这张证做得很欢愉 我不要一大上面是一大堆彩虹起的 我们就是让他看起来就是 这是一张非常正式自由公布门发出来的一个 可以是一个伴侣的证书 我们的同志团体非常的认同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那第三个就是说议员又提到 等一下我补充一下 我想这个伴侣证 我想未来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所有的这些伴侣们 有所内住记的这些伴侣们 他们都会签去一个同意书 是不是能够同意他的资料可以给相关的单位 比如说警政单位 比如说社福机构来做查询 那我特别要提醒 包括未来我们如果发行了这个新的伴侣证 方便携带实用性的这个伴侣证 是不是过去我们所有目前在高雄市 已经登记了将近168位 都可以直接来发布 那是不是直接可以给他们有这个证 那避免这个行政上面的一个繁琐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大家要知道 可能很多同志朋友到现在也不知道 其实在上一个会期 我特别有咨询过有关办理护照的事情 就是他的同志伴侣要帮忙他的老公或老婆 来办护照的时候 遭到这个外交部的刁难 那目前最新外交部已经确认 可以在各个各大城市有进行所内助记的都可以代办 那我说像这样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想我们民政局在推动我们这一个新的这一个伴侣证的时候 也要将相关的资讯 到底这个证可以怎么使用 那同志伴侣的哪些权利可以受到相对应的保障 以及我们高雄市有哪一些行政协助的措施 都必须很清楚的让我们的同志朋友来知道 好 然后第三个 我想议员所提的没有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议员也有提到 就是那个集团婚礼的部分 我们明年我们会开放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相关的这些 做在讯息上的一个揭露 那再来就是说也有提到那个 那个同志有请的时候 有关于彩虹期的问题 跟议员报告 我们目前我们正尝试着找更新 更具有创意的方式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保留我们的创意 然后让那边大家更开心 那个局长你等一下可以私下来跟我说 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高雄市的创意 跟城市的形象 跟如何去彰显性别平权在高雄 那另外刚刚有在讲这个单一窗口的部分 以及我想 其实我们在基层民政局有很多 都是所谓的趋公所 其实我们这个民政局的系统 就包括了下面的非常多的趋公所 里干事等等 那我其实觉得我们的伴侣助记的整个的流程 不管是护政单位 趋公所也好 那甚至我们一些里长 林里长 其实都必须要熟悉这一套东西 甚至我们甚至要去培养 我们这些基层的这些民意代表也好 或者是基层的公务人员 在地方每一个行政区的公务人员也好 他们的性别意识 所以我认为我们民政局 其实应该针对我们现在民政局所做的这些 不管是伴侣助记也好 任何的有关同志友善 或者是性别平权 多元性别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概念 都应该落实到地方上去 所以我认为我们局长 其实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我也跟议员做个报告 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会开所谓的性别友善的跨局处的联系会议 那这个会议其实已经游民政局 我们挑起大梁 来做这个跨局处的一个协调 非常好 跟结合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就说 未来我们还会再邀请 我们的相关的同志团体 就是我们的这些领袖能够做出来 那这个礼拜六 我们还有一个同志伴装的一个创意活动 那会在我们的草芽道 我想这些都是希望邻居更多的 我们在性别认同的上面的一个努力 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 刚才议员有提到 林理长的部分 林理长还有我们的同仁的部分 我们已经也规划好了 在明年我们一共会有两次的训练的课程 那有关于老师教授 我也邀请到 目前可以说全台湾 甚至全高雄全台湾最优秀的 在同志议题上面 谢沃龙谢教授 还有邮美会邮教授 这两位教授都愿意来 担当我们的讲师 我想我们会在课程里面 对我们的同仁 还有对我们所有这些 可以影响到这些林理长 来协助他们做一些训练的课程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陈立正议员 苏文中 主席 民政部门的各位局处首长 议会同仁 媒体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首先要来请教 民政局长 张局长 万联季是我们高雄市左营区 最重要的每年一次的活动 万联季每一年都花那么多的钱 我希望说我们万联季不是几天 像今年的10月8号到10月15号 总共有8天的万联季 那今年的预算是600万 来参观的人数是100万人 跟去年比较是减少了20万人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万联季 他的这个活动跟他的这个办的内容 以及吸引民众来的参观的这个人数 已经减少了 那表示他的效率是减少的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联石坦的万联季 已经推到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 他也是带来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光光的一个 一个行销的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我希望局长一定要去 去很重视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今年有办了一个 因为环保的因素 是我们办了一个光雕秀的一个节目 那因应这种环保 他是把一个灯光跟音乐就打在这个龙虎塔的上面 让他可以很亮的把这个龙虎塔的这个亮度把它凸显出来 那本市一直以来也是在建议我们市府团队 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莲虎塔能够增加一些夜间的亮点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今年新增的一个活动 在我们地方民众反应是非常的好 那也建议局长可以考量一下 把这样一个好的点子把它留下来 那今天本市要讲的是说 那万联季每年都花那么多钱 我们是每一道办会 我们要留一些什么东西留在地方 给地方能够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这样累积下来 那我们的莲虎塔不是说几天要办办的就算了 我希望说我们花这个钱 一定要有它的一个效率 那局长请你答复一下 对我们未来的一个万联季的一个办理 是不是能够更有创意 能够留下它的一个价值在 请你答复 谢谢主席 也谢谢陈议员 对我们万联季办理的肯定 那我想先就人数上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其实我们在今年办万联季的时候 真的是吃不太好 刚好六日一三天 其实是假日 感觉很可惜 那三天真的都落大火 但是我也觉得 因为这三天刚好落大火 其实影响了我们相当的人潮 非常的可惜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最热闹就是六日 还有那一次我记得礼拜一也是假日 只有三天都是下雨 很可惜 但是我在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都有过去那边看 真的是人潮爆满 而且满到不行 也特别是在议员刚才所提的 这个光雕秀的前面 真的挤了满满的人 连想要挤进去都不能挤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今年我们比较创意地提出这个光雕秀 的确是受到市民朋友跟在地朋友的 非常的肯定 那其实市长也在看了这个光雕秀的内容之后 我记得那一天市长也当场在现场有指示 就是说我们有在考虑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光雕秀 能够变成一个定期的一个展演 让我们在左营 我们连地坛 我们用好塔 黑暗的时候 可以增加一些光光的亮点 才不会晚上好像在那个地方都就 对 就是要把它值得大家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把它保留下来 也跟议员另外再做一个 我们今年的有一些创新的部分 包括我们今年那些灰塞 议员一定有看过 也跟过去的造型又更不一样了 第一个我们今年的使用全环保的材质 比过去更环保 那更轻盈 然后在整个设计上 它的手脚四肢都可以动 也跟过去也更大的创意跟创新 更重要的这只灰塞 再偏过去翁年更少 所以我们其实不断在推陈苏星 在创造一些新的 那能够让我们的万年季 它不是只有六天七天八天的庆典 我们是希望让它成为一个 左营非常重要的一个 机长你请说 确实今年的灰塞 真的是有比较有新的创意 大家都是很称赞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几年 大家都看得到 希望能够在万年季过后 留下一些东西给地方 那再来最重要的是 我们万年季 万年季一定要多跟地方 広室 多一些的鼓励他们来 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样里面更容易 万年季它不只是一个单单的活动 它也是要带动 我们整个帘池坛 旁边的半屏山 还有一些古迹 庙宫 帘池坛 它是结合起来 旁边还有三铁共栈 实在是一个非常资源 很好的一个地方 我們應該好好的去發揮它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門牌號碼 就是一直我合併以來已經六年了 在這邊跟我們民政局長再次的提醒 門牌都是大小不一 而且老舊模糊的情形 普遍都是設置不良的 那門牌是隨著房屋的新舊 呈現它的影響到我們士隆的觀瞻 用路人他要尋找不易 然後也是造成很大的困擾 那一直以來我們民政局 都是說要一直在更換更換 但是以本席了解 天天在外面大街小巷 這樣去再做一個拜訪 或者是處理服務工作的時候 我發覺我們的這個門牌更換 動作實在很慢 那我們第一就是要先把舊的把它汰換掉 讓換到很清楚的一個數字 那再來我們的一個放大的門牌 大約是在50公尺 會有一個很大塊的 就是放在那個柱子的外面 讓我們民眾在尋找柱子的時候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那可是本席啊發現 這樣的一個執行率真的是很慢很慢 我也在這裡建議局長 針對這樣的一個業務 應該要編一些預算 今年有沒有編預算 好像都沒有看到這一筆預算 那我希望說這樣的動作應該要逐年逐年的 感覺的出來嗎 不要五六年來看到我們的門牌 只有這麼一點點幾條路而已 其他還是一樣門牌都沒有更新 那這個問題等一下你一併回答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護政第二辦公室 現在我們左營區的人口已經達到將近20萬人口 那在新莊地區的新夏里 新上里 新中里 新光里 蔡公里 湖山里 總共就有14萬5千多601的人口了 14萬5601的人口已經佔左營區的四分之三 那等於是整個左營區的人口幾乎都是集中在新莊地區 那這裡的一個第二辦公室他早期蓋的是在一樓是附贈的辦公 那二樓就是供給我們民眾在這邊休閒活動使用 那應該是要從一樓二樓都是要供給民眾使用的一個空間 後來是因為第二個辦公室他沒有地方去辦公 就把一樓挪出來當做第二個辦公室 所以現在我們的民眾如果要在這邊活動休閒的話 或者要辦講座要辦一些一些協會活動的話 等於都是空間不足而且要搶先登記才能夠使用 那這樣子要使用到這裡的活動空間等於是很困難 要排很久有時候沒有提早兩個月還登記不到 那在這裡我建議局長因為早期我們這一樓的規劃 是有五樓的一個基礎那現在是蓋到二樓 我希望是不是能夠再去研議把上面的三樓再把它蓋起來 然後要有設置電梯或者無障礙設施的空間 因為在我們新莊地區如果你還要再找出第二個空間 來當活動中心的話幾乎是已經沒有了 我們的規劃大概都全部都零空間了 本席也常常在尋找這些地方 但是已經找不到地方了 也希望說從這一棟去把它增加它的上面的樓層 然後讓我們的市區我們的民眾能夠有多一些空間可以使用 這個地點剛好是在中心點在立信路22號 立信路跟自由路口 我希望你能夠做一個規劃 你先打呼一下 謝謝主席也謝謝陳議員 陳議員剛才講到那個門牌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們每年逐年都有在編列預算做這個 這個換那個門牌的工作 因為整個全部換完要四五千萬 所以其實在金額上其實是相當大 所以我們現在採的就是逐年太換 逐年換一年換一年換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盡快的來加速我們的 要盡快 都沒有感覺到有在換 有啦 其實一區一區都有在換這個部分 但是議員做這個算命 第二的就是我們這個第二副政家 我先讓我們來討論一下 因為譬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中心的地方 我們曾經去找過很多的公共空間跟環境 那的確就如議員所說的 真的在那邊要找一些地方 可以做新的這個 已經很難找得到 真的是非常難找到 包括我們當時在找拖嬰中心 其實真的也是找不到 但是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能夠再加蓋三樓四樓到五樓 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找專業的人士 來做了解好不好 那當然一方面我們要先了解這個建物 因為我們的富民路435號 它現在的富民國宅的一二樓 現在是要當長青的一個長輩的一個活動中心 跟托爾中心 這是一個非常恰當的一個做法 那再來我們這個供民眾的一個活動 我們一定要給它一個空間 那剛好這是有一個五樓的基礎 如果還要再等未來或什麼時候 或者10年 20年的話 那以其這樣那麼久的等待 我們就考慮是不是能夠 依照它目前有的這個基礎 五樓的基礎可以去做一個考量 不過這個就是說我們在講 整個我們現在的空間跟環境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未來也在思考 就是說譬如說富民長青 以後改起來的時候 富民長青的二樓 因為我們現在過去那個現金 那空間剛好 那空間那個兒童育 那個脫育育中心 跟我們長輩的長青中心 剛好都沒有辦法再容納這些 之前也有在討論到北長青的問題 當然這現在不是我們的業務 那空間將來就不夠用了 現在那個長輩要練習一些 那種才藝班都不夠熟 所以不要再想那 那邊的空間是剛好不夠 所以我們要朝這個方向來 柯如 那再來就是 這是忍武的殯儀館 這個牌樓的建設做得很宏偉 很漂亮 但是到現在 這個牌樓的一個標題 還是錯誤的 它現在這個上面寫的 還是高雄縣忍武鄉 所以這個趕快把它更改好 已經六年了 我希望這些都是不該再有的一個現象 那再來是橋頭的殯儀館 橋頭的殯儀館 橋頭的殯儀館 有八間的這個 技官的位置 那這八間的位置很向陽 地方也很清幽 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廣場還有綠地 那它的後面還有兩個工具廳 所以建設的非常清幽 那我要請教我們的殯儀館 處長 你知不知道這八間的名稱怎麼唸 這八間 你把它我們取名的這個怎麼唸 對 包吾議員 抱歉 我不記得 你不記得 你在這邊服務多久了 2月23號過來 2月23號 也是已經 我只記得有永自備跟常自備的 你看我們自己在管理的主管 都沒辦法記這些名稱 何況是民眾 或者是他的親戚朋友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為更貼心的一個做法 那在這裡有八間的一個計官室 那我們現在取的名稱是 第一間是永在堂 第二間是永常堂 永煉堂 永師堂 常在堂 常誘堂 常煉堂 常煉堂 常師堂 這些名稱真的是讓我們民眾 很不容易的去區分跟辨別 那因為要記這些名稱真的是很困難 尤其如果人在著急的時候 在處理很多事情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心思去記這些名稱 那像現在的大社的殯儀館 他都是以1號2號就這樣編列 還有我們的本館路那邊 也都是這樣編列 那是不是人物也是這樣編列 1234567 那這個是不是你們能夠再去考量一下 怎麼樣編列 讓我們的民眾好記 又容易辨別 我們會站在民眾使用者立場 來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儘快的去解決 因為本期也常常到那邊去臉箱 去到那邊民眾都在問 那我也是常常被問的一個人 所以希望我們處長要趕快做處理 那現在有那個颱風架 我在這邊建議我們的颱風架 像這一次的這個颱風架 就是休半天 那現在氣候變遷 有時候它的這個測準率可能會有點差 它有可能是上午的 下午的3點颱風才會進來 有可能就提早4個小時 像這一次的墨南地颱風 它就是在4點的時候 風雨就很強 剛好是學生要下課的時候 所以我建議我們市府單位 對於這樣的一個颱風的這個 停班停課 我們我們之間以一天為原則 不然的話剛好是 颱風天我們都是宣導大家不要出門 不要在外面行駛 開車騎機車盡量少出門 那剛好我們如果休半天假的話 剛好是叫大家都出門 所以這一點我也希望請 相關單位要能夠注意一下 那我要在這邊也要建議我們民政局長 這一次的連續三個颱風 好 兩分鐘 連續三個颱風 墨南地 梅基 還有一個那個 就三個颱風 你知道嗎 我們高雄市剛好一下子的這個樹 倒很多 水溝不通 積水 路燈不通 電水都沒有 你知道最忙的是誰嗎 我們的理長 大家都要找理長 大小行都要找理長 什麼工作就是要找理長 但是 那時候我們市府的人員就這麼多 如果一下子要應付全高雄市的一些工作 可能會應付不來 那時候里長他們就會自己帶著志工去做 或者是 一直打電話催我們的單位 那有些里長跟我反應說 有些是去修剪樹木的時候 叫他修好一點 因為那個樹啊 你如果沒有修好的話 就是高突不平很危險 那個修樹跟他講說 我修這是沒錢的 大概我在猜想是一些廠商 他是額外的服務嘛 那我在想 如果大家都搶著單位來做 或者要里長自己帶著志工 那應付不來 但現在喔 今天 今天的已經11號了 我們的05608的這個公園 現在樹木還是很多沒有處理掉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公務局 他人手是不夠的 所以很多的樹木現在都還沒有處理 那我這樣跟局長反應的就是說 像新北市他們就有一個做法 在我們高雄是同一時間的一個工作都進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也可以去跟里長去做一個配合 就是新北市他們的做法就是說 他們怎麼樣的經費 讓里長當地的快速的 每一個里他有什麼樣的方法 盡快恢復一個環境 那這樣當然你們要去研究 因為很多里長都在反應 什麼事都找他 但是他們只有兩隻手 什麼資源都沒有 那我也希望說 局長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如果說遇到這個地方性很急迫很 好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我們會去了解 剛剛議員所提新北市他們怎麼做 我們來參考人家的做法 然後我們再來跟我們相關的局處 不做一個討論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迅寅議員 數分鐘 請報檔先上 主席 各位局處首長 還有各位官員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主席 如果我們沒有質詢到的這個局處 那是不是他們就可以開始滑手機 或者乾脆請他們離開議事廳 你說什麼 如果現在在裡面坐在這邊被詢的官員 是不是沒有達詢到的人 就乾脆請他離開議事廳滑手機 不要在這裡面滑手機 我剛剛看我們的議員在這邊質詢 我剛剛看我們的議員在這邊質詢 嚴考會第一排才做幾個人 就有幾個人在滑手機 就只有主委和副主委比較認真在聽 好 現在的手機全部都收起來 不要滑手機啊 不然你們乾脆就出去嘛 對啊 反正都是主委在講啊 你們都沒事啊 甚至那個後面二三排的都可以先離洗了啊 只要都留下這個主管就好了 反正都是主委 都是主管在在答覆嘛 那其他的科室主管在幹嘛 我都拿照機出來拍著對著你們拍了 你們還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你們可以打瞌睡沒有關係啊 反正沒問到你們 問到你們你就跳起來回答就好了 這算你們有本事嘛 但是你們坐在那裡 就是領人民的薪水的時候 請你們可以坐在那邊尊重一下 人民的大意識現在在請教你們問題 那我就請研考會好了 主委我看你不要回答 因為你太認真了 而且你已經工了幾天了 乾脆就讓這些科室主管聽你回答好了 因為你做的怎麼樣 也是科室主管做的不好嘛 也不是你個人做的不好嘛 也不是你個人做的不好嘛 我就從研考會先問吧 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智慧城市現在發展的程度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 高雄市有什麼樣的主委你不要說 你點一下科室主管第一次你點一下 智慧城市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那目前我們高雄市的智慧城市發展 目前我們大概有發展了 大概十一大類八十個應用的 你隨便唸一下嘛 譬如說智慧救護的部分 我們就有消防局的那個 心電圖的線上即時傳遞到醫院 那像智慧環境有工業管線 智慧交通有智慧運輸的中心 那智慧治理部門也有1999資料庫大數據 那智慧生活也有警察局的涉案車輛的查器 總共有十一項是不是 十一大類 十一大類大概大約八十項 那這些會後我們可以提供給議員參考 那我問你為什麼智慧城市論壇 2017年10月剛公佈了 全球21個城市 我們高雄市為什麼脫綁了 因為我們沒有報名 我們沒有報名參加 為什麼沒有報名 為什麼不報名 你們太忙了嗎 你們累了嗎 因為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預算 不用報名嗎 因為去年是經發局他有報名 那今年可能我們聯繫上 嚴考會是整個市府的頭啊 還是每一件事情都要主委提醒你們 這個我們會來檢討改進 一句話檢討改進 那我們市民花那麼多錢 就這樣子就疏忽了 2016年我們都還有入榜耶 你坐下 桃園在年年都入榜 現在桃園的名次也一直在往前追啊 桃園現在目前喔 如果光做Wi-Fi的熱點就超過6000個 這個部分以前我本身也諮詢過 但是我們高雄市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成果搜手 因為中央建制的點 481個點 我們總數也才710點 跟人家6000多點差了幾倍 中央做的就480幾個點 就超過一半了 所以高雄市發展的 自己發展的235個點 其實光這個部分 就趕不上人家了 你說背包客願意來這邊嗎 那你們剛剛講的有十一大類 到底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有沒有什麼呈現的數字 包括你剛剛講說緊急救護的部分 對桃園也有在 基隆也在發展 基隆還不是跟我們桃園 高雄跟桃園都還是直轄市喔 基隆還不是喔 基隆跟中華電信推動的 4G智慧寬頻應用程式 然後他們也有發展 所謂的救災救護系統 那我要可以問大家 你們的救災救護系統 你們現在到底做了什麼成果 比如說透過這個監測 有沒有救到哪一些人 回救了哪一些人 也都看不到具體的數字啊 會後請你們把具體的這些計畫 送一份給本席 謝謝你們 第二個部分 高雄現在目前 在網路上的某一些的訊息 其實對於民主發展的 這樣子的一個成熟的高雄 是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在網路上騙傳 也有很多的爭議發生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所以 發展穩定 民主成熟的高雄 竟然現在 也背上了某一些的罵名 甚至是人權的副聲音 我們都認為 這其實對高雄是一個 對高雄人民啊 甚至高雄人付出的這個代價 我都覺得對我們相當的不公平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問題 發生在什麼問題上 我請民政局回答好了 因為你們面對基層最多 因為研考會他們都在上面 都躲在上面 他如果沒有消息到基層 所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來請那個 局長講好了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 一些爭議的事情 包括說我們不是一個民權的城市 包括我們的民主不夠怎麼樣 都被有這樣子的一些 罵名跟爭議的聲音出來 爭結點 其實我想 對不起主席 還有那個陳議員 我想應該是我們在目前幾個 爭議性的社會運動的案子 那可能在跟民間溝通的上面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狀況這樣 請坐下 這是溝通的問題 我曾經參加過研考會 對於李克勇圖圖書館 這個事情的協調 其實李克勇的這個興建案 已經延宕那麼久 我們都期待市政府可以拿出一套 拿出一套跟公民團體對話的一個方式 甚至建造一個平台 所以其實研考會那一次 主委你召開的時候 我也很高興地去 我跟這個無憶正議員 我們都有去 我們都想說 這件事情可能會在這個平台上面 得到一個解決 但我後來發現 我們這種公民參與的思想 或者是方式 都還不夠純熟 以至於那一天我們的會議 真的很可惜的 沒有達到任何的 應該是那個會議就白開了 大家不歡而散 更不要說有什麼決議 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高雄市 在深化民主之後 我們可以背上實質民主的一個 實質民主的一個招牌 好不好 招牌 不要人家覺得說我們是未民主 因為從我們 議會也準了 也準的參與式預算 但我看到網路上有一個照片 在臉書上有一個照片 你們還要在擺攤拉人家來簽 來聯署或是來表達意見 還要去擺攤 這算是很積極啦 這算是很積極 但我們希望 參與式預算 不要只限制在婦女 或者是只有高零的議題 對 然後應該要把更多的議題 開放的去討論 甚至我覺得公民參與式會議 應該要不斷的去開啊 市政府應該要製造更多的議題 場域 提供民間團體 甚至是人民 有自主性的去參加各樣的公民式的論壇 不是民意代表參與的 不是某一些特定的團體參與的 而是全民都可以去參與的 我們期待的是這樣子 讓全民都有民主參與的一個動作 國發會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知道這個平台 在網站上知道這個平台的請舉手 現場知道的請舉手 還是只有研考會 請問一下其他的人都沒有去 進過這個網站對不對 這是國發會辦的 叫做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如果提案人提議 在60天之內 滿5000人去覆議的話 他就需要去做回覆 甚至是需要做其他的這些會議 那麼台北市他們有公民參與網 來統一公布所有的市民 都可以參與的這些會議的資訊 他完全的揭露 哪一些是民眾你可以來參與的 然後民眾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去參與的這個報名 然後就去旁聽或者就去參與 高雄市現在有沒有 主委你指定一位來說明好了 高雄市有沒有這種公民參與網 有沒有開放我們的會議 有沒有讓很多的會議 議題是可以被討論的 你可以指定一位啦 主委 我正你跟他們說的都一樣 跟議員報告 上次唐鳳正偉來的時候 我們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那個公民參與網並不限於這個中央 其實全國都可以 所以我們高雄市可不可以仿照台北市來做啊 我們也有一個高雄市的公民參與網啊 能不能來試試看 我們可以來 我剛剛講說其實那個也可以適用於高雄 但是實際上怎麼操作 我們可以來研究一下 請坐下高雄市 台北市已經有一個現有的版本 你可以把它那個這個關鍵字搜尋一下 北市公民參與網 你就可以知道 像人民報告統一公佈所有 關於城市發展的各種的會議 要全部公佈 第二個也可以提供人民去報名去參與 所以也讓那個重大的一些議題 可以去公告它的執行狀況 它的現況 這個其實我覺得就是充分的開放政府 充分的透明監督 那如果一個政府越透明的話 我覺得這個城市就越進步 但是如果我們連這些資訊都沒有 就是說這個資訊是全台灣啊 這個我們高雄市就做不出來啊 那我們搞了那麼久的智慧城市在做什麼 連這個都沒做 這個又是金發局該做的嗎 組長 這根本是金發局要做的 還是這什麼人要做的 這個事情什麼人應該要做 還是資訊中心要做 自己又沒有關係啊 研考會是市長是整個市府的腦啊 你們知道總是該知道這件事吧 那誰可以跟我承諾 來 主委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也仿效台北市 我們有一個公民參與網 什麼時候是可以來建制 臺北市的這個 中央建制的這個公民參與的網 是我剛剛講過 那個上次唐鳳政委來說 有沒有討論過 中央的不用講了嗎 我們講的說仿效台北市是 要把所有的這些公共的 城市發展的各樣的會議都揭露嘛 然後邀請人民來參加嘛 有沒有這樣子的 什麼時候可以做這樣的東西啊 這個我們會請同仁來研究 在下次會期就是明年之前可以完成嗎 我們可以 明年大概要三四月才開議了嘛 台北市的現在已經接中央的 就是他用中央的系統 所以我們會參考一下台北市的這個經驗 對啊 他的系統可以用一樣的 但是中央又不會幫他公佈台北市的證明 也不會幫他中央 又不會公佈台北市的會議資訊 當然是高雄市 台北市自己台北自己發佈啊 對對對 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麼做 好 請坐下 我請民政局來談一下 我們既然小英政府已經宣誓 高雄市要成為新南向的一個基地 那我前一陣子也有質詢過 也就是說東南亞籍的這些居民 已經現在是我們的新移民了 還有包括東南亞籍的子女數 其實這個數目都非常的可觀 而且排行前三名的是越南跟印尼跟菲律賓 所以我們如何去開發他的人力資源 再來我們剛好是已經建立了很多的姐妹會 那包括這些東南亞的 不是姐妹會 對不起 姐妹市 連結了很多的姐妹市 你知道我們現在有多少跟東南亞的姐妹市嗎 來 局長請回答 對東南亞地區有哪一些姐妹市 兩個 對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友好的行為 或者是有具體的商業交流 或者是有具體的什麼教育交流什麼 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我想最近期跟這些姐妹市的一個交流 就是我們開的那個港安城市論壇 那我們的姐妹市都有派代表來與會做參加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也討論了很多 就兩個城市之間未來的共同的問題 共同的面對 其實也交換了許多的經驗 梁文中 請 謝謝主席林武中議員 但是就是來參加個會議 其他的呢 沒有 那會議只是一個街頭 那其實後續的 你們有什麼其他的後續呢 是 其他後續呢 就是在台灣棒棒歌唱比賽 然後棒棒節慶的活動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我相信其實我們持續成為新南向的這個 主要負責的城市之後 我們會開始去接接更多的 這個未來的跟姐妹市這方面的合作 所以沒有任何的具體 好 那你請坐下 那我就要求幾個你們可以去 跟其他的局處來連結的 也就是說 跟東南亞國家 現在目前 兩個姐妹市的 地姐的一個情況 你們去加速 不管是教育交流 不管是 經濟交流 這其實應該要快速一點 我舉一個例好了 我們跟以色列的交流 高雄市在跟以色列交往的時候 上海也在追求他們 然後呢 這個金錢外交其實 這是我們也一定要面臨的問題 那麼上海呢 帶了他們上海市的一些商人 商會 就直接拿出800億的這個美元 就直接在這個跟海法市 就做了某一些的商業的交流 本來當年要跟高雄市要簽約 地前程姐妹會 但是呢 上海他只能要拜訪過一兩次 他們就跟他們結為親家了 那高雄市呢 就還是 只能還是在友好這個合約 在這個友好程度上面 去做了簽署 所以如果可以更實質的一些經濟交流 我真的鼓勵你們可以來談 來討論看看 然後提供這些姐妹式交流的一個平台 也鼓勵民間去 鼓勵民間去 那再來 我們也運用現在目前的這些網路科具 去突破城市外交的一個 好 向大會報告 好 我們的法定時間到六點 然後我們就第一次發言 全部發言完畢 現在介入第二次發言 訊息是吳亦正高敏寧程序 各十分鐘 我們就延長到這三位 第二次發言完畢 再請三位 有沒有意見 有意見 好 謝謝主席 第二次發言 那也是一樣 主委 我想今天很 包括這幾天真的是大家對公民參與 那 就這樣 每一個人應該透過制度 然後市民可以透過一個連署 然後來對很多公共議題來表達意見 我想這個 主委已經有答應了 我就不再 任述 那就 可以趕快來執行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有 之前 還沒有時間提到的就是 本來要問那個逍遙遠的問題 那因為很多以前是國防部跟文化局的 郭天貴副局長 聯繫的不只是眷村 左營眷村或者是黃埔眷村 溝通在交換土地跟所謂土地的整個交換跟使用 進行還算有一個軌道 現在郭天貴高升去港務公司當總經理 那 局長也剛換人 副局長我也不曉得是誰接 那這個工作變好像都停滯了 這個有一個問題 那請主委 再來能夠跟市長能夠反映這個議題 那看是誰來接跟國防部的一個溝通 因為還有很多土地的整個交換 那中間就發生這個問題 最近逍遙遠前面 國防部把這個土地照標出去 要做停車場 然後就 當然所以前一陣子 颱風也有漱很多島 但是整理的時候 可能是不是有整理到有些 大樹它是沒有破壞 但是小樹是不是有壞掉 還是本來就倒掉 這個我們沒有證據 不曉得 但重點是 蕭尤友這麼一個重要的一個保存區 古蹟的保護保存 但是前面 不管將來要做什麼 至少它前面 它現在做停車場 我們希望它能夠 比較用生態的一個施工法 但現在迂法無懼 因為我現在我這兩天我了解 交通局跟養工處 他們要接受這樣的一個申請案 你整地完再來申請 並不是說我要來做的時候 我要來申請 那所以便沒有辦法提早去要求 你要做停車場的人 是要什麼的施工法 那你當地是不是有需要做排水 那我問交通局跟養工處 我們現在好像也沒有 目前沒有這種強制法規 尤其有時候土地是臨時性的 他可能做三年 也許做五年 也許一直做十年的停車場 但我們是不是 因為停車場 我們最近因為脫掉的制度 高雄市都有 第二個我們現在路邊取消停車位 也而且像以後輕軌 路邊停車也會取消 但我們有鼓勵所謂的路外停車 也鼓勵民間多蓋所謂的停車場 我們跟交通局有建議說 盡量能夠用生態環保 或者是有能夠植樹 當然樹要植好 不要又颱風 現在颱風又多 你不要好心植樹 夏天很涼 那颱風一來全倒 就是要植樹 然後本身是生態的 比較有所謂連鎖磚或植草 那這個部分希望能夠以後 我覺得高雄市這個 不管是現有的 以後會越來越多這個路外停車場 因為停車場它本身就會有吸水性 如果有所謂連鎖磚 但一定會增加廠商的成本 那有時候它可能做三年五年 是不是會繼續也不曉得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又考慮到 現在低價稅又漲 所以說如果合理的交換獎勵 我一年還是說半年 折半 就是要計算它的低價適當的 我現在這麼沒有 我鼓勵你這樣做 也許增加你的成本 可是我強制你這樣做 可是我也強制會給你獎勵 我也會給你獎勵 那獎勵不要說像以前 它避的地價稅添價 結果我們賺那一點地價位 為了它做停車場 結果它為了省地價稅而不是 所以說地價稅的比例 因為現在已經漲價 所以市政府反而有更多的籌碼 是在這個規定 現在沒有規定 所以說我也請主委 是不是跟交通局 公務局 都發局或其他局處 或者是財政局有關 這個法規是不是要 而且這新政命令就可以了 不用立法不用自治條例 用法規能夠趕快制定 現在要申請的 所謂停車場的 是不是能夠 能夠做所謂的紙草磚 所謂的透水性 第二個你是現成的 如果你要改成這樣的話 我也給你獎勵 這樣有多一個誘因 這個政策看 這樣會產生了多少的綠地 含水性會增加多少 那我們必須犧牲多少稅收 那是稅收已經漲價了 已經起價了 所以政府也沒出錢 都可以政府可以這樣 可以所謂的讓我們的停車場 能夠可以讓它更多的所謂的 所謂的海綿城市 透過這樣的執行 那這一點 是不是請主委可以答覆 謝謝 謝謝吳議員 關於這個逍遙員 那希望能夠將來這個公園 可以停車場 可以比較透水性 這個綠化 比較生態的方法來 那其實這個是高雄市的方向 那雖然說 這是文化局的主政 那雖然文化局現在人事的變動 但是不會影響到這個 我們已經有跟他們問過 這個下禮拜 他們會邀請軍方 養工處 都發局 跟交通局 會開會來延商 也是朝這個方向 那議員的意見 我們會轉達 第二個 那是個案 那我們也希望變成高雄市的一個通案 跟財政局再研究一下 看有什麼稅收的 合理的減免 不是全免 也不是說你只是坐天上 我跟你永遠全免也不用 也許我只給你一年 或者每一年打三折 或每一年打五折 我們可以再計算再精準一點 謝謝 好 謝謝 那那個秘書處 主任 好 你這邊 現在都流行南向 我只要說姐妹市 我們現在有南向政策 變成說好像是人工智慧 AI自動回答 我現在不是在談這個 我們以前有提過一個 好像南卡還是什麼 有一個姐妹市 那我們如果說高雄的學生 因為我們是姐妹市 如果你去那邊念高中 是高中嗎 因為市可能是高中地方的 可以減免 抵減 可以用當地市民的學費 我有知道這樣的 但我來不知道到底 我們現在到底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我們有很多姐妹市 她有很多功能 但是我們都不管過去 反正anyway 我們現在可以讓她賦予更多的 尤其現在 現在這個時代都變了 川普都會當選了 所以說 我們這個沒有什麼正常國家 不正常國家 世界越亂 對我們這種小環境 比較辛苦的 是大好機會 沒有什麼常規 不是沒有常規 要打破這個 包括國際組織的 國際環境 那城市本身就很容易打破很多 城市上的一個 國際上的限制 但我們要實質啊 我不是要愛民主 我姐妹市有幾個 都掛在那邊 放在土地 刻在那個什麼 以前新冠碼頭 還有刻說我們整個幾個 五十幾個 姐妹市 但一點都沒有用 我舉例啊 波特蘭每年二十幾年 來來回回 每年都參加 所謂的 遊行啊 我講的 波特蘭是全美第一名 第二名的環保城市 我們市政 我們去那邊 從來沒有一次說 要考察 波特蘭的市政 有了喔 什麼時候 等一下你再回答 一起回答 我講了好幾年了 第一個 第二個實質的 跟市民有關的 是說教育上的交換 交換老師交換學生 因為我們可以訓練 我們現在 我上次問教育局 好像有五百多個家庭 可以接待所謂的交換的家庭 那這個跟姐妹式的交換學生 而且一個學期 比較長期的 不要只是去參訪 那個對我們的學期 國際化都沒有什麼幫忙 如果那個所謂交換 他可以接待我們 我們也可以接待他們 透過接待 教育方面 甚至於說所謂交換學生 交換老師 包括學生群那邊 可以享用他們的 讀三年 三年都可以按照他們的 市民的學費 那希望能夠 秘書處能夠 針對我們的姐妹 是有哪些 會比較優秀的 市民會想去的 這樣增加我們的高雄市民的 整個國際的一個程度 實質上能夠增加 第三個就是說 回到 還是回到商業嘛 很多商業的 經濟的商機 要商人企業 我們有什麼企業 姐妹市 他們有什麼企業 那企業的交流 那因為姐妹市 有什麼抵稅 這樣才是真正在發揮 我們真正的所謂的姐妹市 有沒有國家的 什麼國家 正式的外交已經不重要 都可以透過實質上的外交 所以說我認為秘書處 要成立一個高雄市 一個外交委員會 然後真正在處理我們的外交 擴大高雄市跟對外的一個 互動關係 不要說政府說南向 外交的 那個都沒有自主性 沒有自己的思考 當然配合 配合 可以配合的 符合高雄市是利益的 不要只是當棋子 也不要人在說什麼 我就參訪了 我就來了 那個時代過去了 南向政策 只是符合我高雄的一個政策而已 而不是我高雄市是扮演 南向政策 我去一下 現在變自動回答 我不會問你 說南向 人家在顧著 有那個 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 那都去的 不管你南向北向 對台灣人 全民事件 都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說 我們建議 能夠更建議 我們繼續 好 必須速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有關議員第一個問題 怎麼樣就是 因為姐妹室的關係 讓兩邊的 城市間年輕人的交流 不管是學生的部分 或者是年輕人的部分 那您剛剛提的獎學金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可能還沒有follow 我再來確認一下 不過我們確實在明年 我們其實想要推動 從姐妹室的年輕人 來高雄短期的居留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給他一些 基本的一些 時數上面的補助 因為我在想說 如果說每年固定名額 我也不用多 我一年十位 是來自姐妹室的 不 就在 逐漸累積啦 當然我們希望做得到 這樣逐漸累積 他如果來 然後他在他的成長歲月中 還有一段高雄經驗 一個月到三個月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 接下來是他國家的一個 公眾人物 或者是很有實力的商業人士 這樣子 所以我們明年打 我 那個接下來 你其實是在 比較高中生階段 那我們比較推動的是 在可能高中以上 大學 研究所這樣子 我們這是明年 想要試辦的啦 那第二個 您提到這個商業的部分 事實上在今年 我們港灣城市論壇的時候 布里斯本 其實現在的城市交流 他們也 一般來講西方城市 也不是那麼 執著於所謂姐妹式 現在都是要實質的交流 你可以帶給我城市些什麼 所以其實今年 港灣城市論壇的時候 我們的布里斯本的市長 就帶了二三十個 那個參訪團來 然後其實大部分 都是當地的商業界 那我們也在這邊 幫他們辦了一個洽商會 包括把我們的相關的 建築工會 不動產工會的 相關的會員請來 跟他們做一個對談這樣子 那在不久前 十月份的時候 十月底的時候 我們也跟荷蘭 荷蘭的代表處 也帶了一群 我們荷蘭 這個和商的部分 來高雄洽談這個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接下來我們其實 也很謝謝議員的一個提醒 我們事實上 就像您說的 姐妹式有沒有可能 往更實質的 姐妹式的關係 帶來更實質的 好吧 就Discount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不管是學費上 Discount 或是投資上面的一個 那個稅率減免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 接下來跟金發局 這個部分來做一些 就是在職實質上的一個討論 跟請教這樣子 那我們會往這個方向 那最後一個問題 你提到波特蘭 其實我們每次到姐妹式去參訪 都不是只有為了她的這個 她陪她們遊行啊 這樣子虛化的事情 我們事實上也做很多實質的東西 像波特蘭其實她每年接待了 我們很多速德的學生 接待生 但是當下的那個住宿 可能是只有短暫一個禮拜 可能看不出成果 可是對這些孩子來講 可能他們一輩子的一個 國際化的經驗 或是追求國際化 就在那個時候 所以這是無形的 可是這是巨大的影響力 那第二部分 其實我們例如到波特蘭 我們都會針對她的市政 做實質的參訪 例如環保局 去年就去參訪 他們的自行車道 還有他們的一個 對不起 那正確名稱 我不知道怎麼說 可是一個節能大樓這樣子 一個世界級的公共建設 所以每年去我們 人事處在審這個出國計畫 是非常嚴格的 然後研考會在審 我們的那個出國報告 非常非常嚴格 一定要有實質的東西 然後對於出去參訪之後 實質的成效 哪些是落實在市政上面 其實都有在做研究管 那個考核跟追蹤的 那這部分請議員放心 如果議員還有其他需要 我這邊隨時可以跟你們做解答 謝謝 好 這個我可以跟議員做報告 事實上我們市府有成立國際關係小組 里面包括我们有各国籍的 我们尽量纳入说 我们姐妹是有关日本 韩国 法国 其实这个都有相关的 他们在这边的 本身是侨民或怎么样的身份 都有加入我们这国际观点小组 还有我们的学界 那我必须承认 这个国际观点小组里面的成员 商业界是稍微比例少一点 因为以往在推姐妹是 都比较在教育交流 文化交流这部分 对商业方面思考真的比较少 那我们会再来做检讨 那往这个部分来 因为其实这样也让我们 跟姐妹是关系是更有 因为互利才会强 这个连结link才会强 那这部分我们会来做检讨 好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再请高敏宁 议演第二次话演十分钟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关心高雄市政市民朋友 那时间非常有限 只有十分钟 我想就延续刚刚的几个问题 继续来就叫我们的秘书处 人事处 还有我们的研考会 那我想针对 刚刚其实一直在讲 这个多元性别的问题 那我针对我们刚刚民政局长的答询 有关这个同事朋友 可能不希望这个伴侣证 可以结合一卡通是保持存疑的态度 因为我大概我认识的这些同事团体跟一些学界好像都还蛮开放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研究 继续再跟我们的同事跟性别团体来做沟通跟对话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我们的这个人事处 我想处长你应该很清楚 上一个会期我也有针对您 来请教我们同志 我们市府的公务人员里面 他如果是同志身份 他同时去我们的区公所 处政事务所来办理这个伴侣住记 那如果他今天要请婚假 商假 家庭照顾假 给不给请 那我想这个问题我在上个会期就已经要求我们的人事处 应该要向中央的全序部去去韩 去要求韩市 那我不知道做了没 我请我们人事处来回答 好谢谢 那我们上次议员垂行之后 我们确实是有行文出去 但是他答覆是说家庭照顾假绝对没问题 但是因为结婚的话 因为民法没有修正的情况之下 所以依照我们公务人请假规则的规定 一定是要有这个结婚证书 我知道 好 谢谢处长 我想请你把你们相关的这个跟全序部往来的公文 可以提供给本席一份 那请坐 我想我简短的告诉你 今年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其实不同的部会 针对多元性别都有不同的作为 那我认为呢 其实像之前我在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设政部门 也咨询过我们的劳工局 那当时劳工局是中局长 他也跟我讲说 针对我们市府里面如果他是职工 约聘雇 他愿意来带头来做这个婚伤假跟家庭照顾 只要我们的市府的同仁 愿意把这个 比如说婚姻的洗铁也好 等等的相关的佐证证明拿出来 跟主管请假 他就愿意做 那劳动部呢 今年是台北市政府去跟劳动部要求韩市 然后劳动部的回应是说 劳基法是劳动条件最低的标准 如果我们这些雇主愿意优于这些法令 那当然从善如流一无不可 那我想这是劳动部的作为 全序部到现在还是相对的非常的保守 那我认为我们高雄市政府人事处应该更强硬去凸显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我们的全序部 如果按照现在公务人员的请假办法请假规则 是不是有违于我们的性别工作平等法 我认为我们的人事处长 你应该就这个问题去含再去一次 要求全序部要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以上我希望我们人事处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我想回归到我们的秘书处 刚刚第一个问题是在讲这个性别友善厕所 等一下请您回应 那第二个是有关这个 我们这个活化 我们的一些眷设空屋跟空地 我看到业务报告里面 说目前回收20间里面 有一间是让我们环保局来做办公室使用 那其他的19间在干嘛 那我想这个问题 我在上个会期也有一直在提醒 就说我们现在市府有很多的一些闲置的空间 包括眷设 甚至我们有一些开会的会议空间 都应该开放让市民朋友来申请来使用 来活化这些空间 那目前我们又要推动所谓的长照2.0 要照顾区区有日照 还要长照等等 我很期待 我们如果这些眷设它不是非常的旧 旧到必须报废 甚至是一个危险建筑 我都认为我们的秘书处应该积极的来做这个活化 所以等一下我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秘书处长来做回答 那第三题就是有关 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超额工友一波的这个业务 那我想大家都很诚实面对这个问题 过去高雄县市合并 高雄县真的有很多这些超额的工友 那我们不去追究为什么会一直超额超额超额 但是我现在想要care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些超额的工友 他们的工作权利应该受到保障 那我希望我们秘书处 你们未来在帮他们媒合 除了要考量人力资源整体的这个规划之外 我希望我们的秘书处还是可以针对我们这些超额的工友 他们的意愿 还有是不是能够就他原属的单位 就近的就业 然后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 那这一点我很期待我们的秘书处长可以有所作为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世界看见高雄 然后有很多的姐妹事 然后包括新南向政策等等 我想这几天非常多的议员已经关心很多 那我其实看到秘书处也很认真在推动高雄市跟许多 包括欧美国家日本等等 在推动MOU 推动姐妹事友好城市等等 那目前为止我看到 还是都以欧美跟日本的这些县市为主 那我很期待目前我们高雄市 如果是作为一个新南向政策的重要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主动 包括现在我们的姐妹是大概只有两个 一个越南的一个泰国的一个 一个菲律宾的嘛 那只有两个一个素物 然后一个是现港 那这一次也都有来参加全国全球港湾城市论坛 那我很期待在新南向政策这样中央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之下 我们秘书处甚至我们市府都应该动起来 针对我们的城市外交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比如说我们整个不只是亚太啊 我们整个东南亚 我们只有两个城市是姐妹市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城市目前正努力 可能有合作的空间 那第二个有没有更实质的交流 那包括刚刚吴亦正议员提到的 我们实质交流我们很缺乏产业界方面的合作 那第二块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在高雄市就可以做的 我们透过教育局等等的其他局处 我们让这些年轻朋友学生 或者是我们新移民的第二代 一方面让他们融入我们所谓这种台湾的文化 一方面也可以运用他们新移民的一些背景文化 跟他们的家长 那我们来做语言的交换 语言的共同学习 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灵活的这种配套的计划措施 其实是我们市政府可以积极去做的 所以我想 以上针对这几个问题 我大概要请教秘书处 那时间有限 我请秘书处长您待会一并回答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要询问我们这个法治局 那个我相信你们知道 我们非常关心这个人权自治条例 那我也知道这个进度一直都在持续当中 那是不是可以等一下简短跟我们报告说 尤其最近这么多个社会争议的事件 那很多人都开始在质疑 难道高雄市不是一个人权的城市了吗 那我想如果未来我们高雄市正式的通过 甚至把我们人权自治条例送进议会来审议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 而且也相对的有实质意义的一个一个作为 所以我是不是请等一下 请法治局长针对人权自治条例的最新的进度 来跟市民朋友来做报告 那第二个我在业务报告里面 有看到有关宿院审议跟国陪的案件 那本席其实在我的选民服务案件里面 也接获不少有关需要来做宿院的 有需要来做这个国陪的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不管是宿院还是国陪都是宪法所保障的 这个人民基本的权利 人民有请愿宿院及诉讼之权 而且如果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的自由或权利 都除了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戒 同时也要受民刑事的相关的一些惩罚 那同时如果是公有设施 比如说我们高雄市道路都为无法 还是我们的公有设施 这个路数突然不意外的倾倒 那导致我们的民众受伤等等 那这些都应该可以提出相对应的国陪的案件 那我在我们的业务报告里面看到 宿院的部分呢 不受理的有122件 那我不知道这122件是什么原因不受理 那第二个国陪案件里面也有一些民众自行撤回 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撤回 是有遭遇到什么样在调节的过程有什么样的困难 那这等一下我们请法治局长来做回答 那最后我想我要来就教于我们的研考会主委 我想主委你应该很清楚 参与市预算 预算一直是我上任以来 一直一直在希望高雄市来做的一个重要的计划 那我现在看到的是说 我们目前高雄市已经有做了 也委托这个中山大学来做 那我想请教你有关 我们现在参与市的计划 我看到其实陌陆续续也很多的这个城市在做 但是呢我不太清楚 我们高雄市到底呢 我们给这些市民参与的 他们可以涉及的讨论的支配的预算 大概有多少那动员的方式呢 如何来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做参与 那我目前只有看到说我们针对两大议题嘛 就是第一个是妇女的议题 第二个是所谓高龄长者的议题 那我很期待未来是不是 那我很期待我们的研考会 是不是未来可以针对 包括青年的就业的部分 社会创新的部分 新移民的部分 老人长照的部分 如何活化地方闲置空间的部分 包括公园的公有设施 是不是可以纳入儿童的意见等等 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参与市预算 以及要推动所谓直接民主 来弥补代议政治不足 来弥补我们这些代议市 甚至行政部门不足的地方 让市民可以直接来参与 那我想这些参与市的预算 预算只是一种手段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 我们要去赔利 不只是赔利我们的公民素养 越来越好 越来越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第二个我们也赔利 我们自己的公务体系里面的公务人员 我们所有这些来承办相关参与市计划的 参与市预算的 包括开放政府的 包括我们的预算能不能做视觉化 infographic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应该来做开放政府 开放资讯 以及开放让市民参与 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手段 所以我想是不是简单 简单请我们的主委来做答询 那第二个呢 我想也是有关这个智慧城市 其实刚刚陈议员也关心 那已经骂了很多 我就简单说 我只想问 今年开议的时候 市长甚至报告咨询 我一直在讲智慧城市 原因是我们高雄市 大概在几次的风灾都有严重的灾情 甚至有些是过去中央没有列管的危险地带 都发生严重的土石流 那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应该是要利用这些科技 利用这些数据 然后来做 帮我们的政府公部门 来做一些有效决策的参考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人家新北市 连着三年都获奖 那我们高雄市 点点没一个声 好 那个研考 研考会 还是那个法治局 你要请哪一位 好 秘书处 好 简单都要 好 谢谢议员 有一关议员垂群的四个题目 一个友善厕所的部分 沐浴书处 现在已经就四位行政中心 秘书处所全管的公共厕所 包括一楼跟四楼 我们透过工程 来把它改善成 而是友善厕所 然后六楼的部分 是因为它是最多市民洽工的地方 那我们也 那其实全管是都发局 那我们也请都发局 那我们也请都发局 合作 他在标识上也做了这样 友善厕所的标识 那实际上这就是实验性质的 我们希望实验 但我必须承认 民政宇宙比我们好 可是我们功能上 确实已经调整了 那我们会就 试用之后的状况 再来评估 是不是再往前 扩充其他楼层 这是第一个报告 第二个有关的 这个眷色部分 我不满意愿说 议员我跟你一样 可以住进去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的状况是 我们眷色都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大部分的空间 都是没办法再使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报告里面 大部分都是变成空地 变成停车场 变成立美化这样子 所以其实 我这边所侠管的眷色 它就真的无法 呃 其实它 它可能是建造问题 因为它其实它的建造年代 都是在民国五六十年那个阶段 都是非常非常老的眷色 它并不是近期的 对 那我当然也希望 甚至包括说 最近我们曾经想要跟社会局 合作一个辅具中心 派人去看的 市中一路222号 非常好的阶段 可是它不能用 因为它没有禁忌 对 所以其实这部分 我们也极力地想要释出好的空间 来做这些 呃 配合市政或相关 高原化的运作 可是事实上 真的是有这样的困难 这是跟议员报告 然后第三个有关的 这个职工一部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职工 我必须要跟议员报告 我们目前 超额的机关上 只有15个机关 然后只有25人 可是我缺额有61个机关 缺额达到200多人 也就是说在职系工 这部分的分配 其实是有一个 对机关来讲 是有不平均的状况 所以我务必要解决 我这是我责任的义务嘛 那我们在这个移波上面 包括人的这个资格上面 我们都尽量以在地安心就业为原则 所以我们对于身心障碍 或即将退休的 我们排除在移波的范围内 甚至已有意愿的跟年轻者优先 然后呢 纳入移波的名单 他可以填他想要去的行政区 跟他想要移入的机关 然后我们是以媒合为前提 而不是以强制移波 这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有关姐妹室的部分 我们当然极力地想要扩充 事实上我昨天才 这其实都是想要扩充 因为只要这个城市可以走出去 再多的一个 不管是实质上 名分上或实质上的 我们都会来努力 那像昨天我们才针对这个12月份 可能会跟胡志明有一个 不是可能 12月12号就要跟胡志明有直航 那我们才发出一封邀请函 是不是请胡志明你的高阶层 搭这个直航在高雄来访 然后我安排一系列 非常包括产业的 包括教育的 包括观光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有没有可能在那时候 就签MOU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部分 我们都在积极地进行 甚至包括这次港湾城市论坛 我们总共 秘书处办了17场的官室拜会 都是他们的 这17场的这个 城市的代表 跟我们市场做对话 那我们要针对这个 他们跟市场对话 里面的结论不外乎 就是例如说 加强农鱼业交流 农鱼业交流 跟这个航线的部分 然后那个母语的部分 那我们会针对这17场 官室拜会的结论 来追踪各个局处 后续办理的情形 以及跟对方的城市做回应 我们希望从这个开始 然后去双边 我们自己城市的 我们自己的局处 这个直接的一个 市政上有拉上 然后我们对 来访的一个城市 也有一个对应点 那以这个方式来做一个 秘书处国际课 在这边扮演一个 桥梁的角色 那是不是其中 可以再拉近一些 跟其他城市更近的关系 我们希望在其中 有些收获这样子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来 法治机长 快点 来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有关于人权自治条例的部分 我们条文现在目前 草案已经出炉 那目前在跟各局处 在做确认协商的部分 已经进行第二阶段了 等到条文确认以后 我们会再来进行公听会 对 那有关于刚刚议员所提到的宿院 为何有不受理的情况 在宿院法77条里面 有规定了几个情况 我简要的讲几个 比如说他预期提出 那个宿院 我们原则上是搜受宿院 行政处分书 一日起30天内 或者公告30天的这个时间 他如果预期提出的话 那另外呢 他可能是把非行政处分 可能是一个通知 他把它当作是行政处分 而提出宿院 那另外呢 我们有请他补证相关的格式 但是他并没有就这个部分 宿院应该记载的相关的部分提出来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会不受理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是重复提出 也就是我们可能 已经做出宿院的决定了 但是他可能对这个决定不符 他又重新再提出宿院 诸如此类的部分 都在宿院法77条有规定 那针对国赔呢 民众为什么会自撤呢 通常一般的情形是 比如说 今天厂商已经去赔偿他了 他可能是我们发包的案件 但是厂商已经私下就赔偿他了 所以民众就撤回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他可能对象弄错了 有可能不是 刚刚市政府应该负责的 那对象弄错 他后来发现了 所以他也会自撤 所以大概诸如此类的部分 跟议员报告 谢谢 跟议员报告 议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智慧城市 一个是参与市预算 那关于这个智慧城市 为什么ICF 世界智慧城市论坛 为什么新北市联得三次讲 那我们参加过一次 后来为什么不参加 刚刚陈迅寅议员有问到 刚刚没有机会回答 顺便一起回答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不参加 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ICF是非常商业性的 它其实要花好几百万 然后先进入Top 21 然后你就又应去参加Top 7 所以新北市后来也不参加了 觉得商业势也太重要 那我们也不想参加 但是并不是这样 我们就没有接受评比 譬如说天下杂志的评比 那我们也是在领先组里面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智慧城市 上面的发展 其实我们有我们的特色 那譬如说我们高雄有一个 做得很不错的 我觉得消防局 它在那个救护车上面 新电图 你在路上就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那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那我们的那个地下管线 地下那个石化管线 建立了那个 对我们这个帮助很大 我们的油罐车 上面都有GPS 都可以track 所以我们各方面 最近又申请一个 跟台北市合作 农产品 比如说我们很多地方 卖水蜜桃 我们怎么知道去买 我们可不可以试吃 那我们要在台北跟高雄 我们联合 都有一个实体的 你可以去试吃 然后在那里买 类似这样的 智慧城市 对 那关于这个参与式议算 其实议员刚刚也讲过 我们有几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 大家在看议算有多少 或者是投票率多高 其实那恐怕不是重点 而是在过程里面的 公民的赔利 那才重要 那个empowerment 才重要 那我自己本身 也参加过很多 这个说明会跟工作坊 那我觉得有达成这样的功能 尤其我们有一个特色 跟其他城市不一样 我们的各局处的相关的 公务人也有参与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跟民众的互动 就是这样可以建立这个 市府跟民众的这个伙伴关系 那刚刚议员讲说 我们一开始有妇女 那个高龄 那事实上我们另外一个 是兵线文化的社区型的 那我们将来会把它 对 哈马兴跟那个岩城 我们将来会把它 扩大这个范围 一步一步的实验 好 先生 有我们期待 未来我们的这个参与式 参与式 参与式 神医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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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会报告 两天半的民政部门业务报告与执行 已经全部执行完毕 执行的议员们提出很多的宝贵意见及建议 请各位局处讲这些问题带回去 尽速来研究办理 谢谢各位民政部门的局处首长及相关主管人员 谢谢你们 大家辛苦了 三位